我剛剛考一下大家看看這兩個問題 因為這個跟錄影也有關係 來 我們看一下 大部分大家 檔案大小 有沒有 像素跟檔案大小是有點關係 因為像素越大的 檔案會越大嘛 這是沒有錯 但是呢 正確答案當然不是他 對不對 用消去法 這個當然不可能嘛 沒有人選對不對 好 這兩個 你要相信誰 當然是上面人多的嘛 對 其實我們像素是這樣算出來的 像素這樣算出來 你怎麼知道真來假的 來 小算盤 拿算盤 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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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盤的 來 我們一般 一般其實 你看 假設300萬像素 大概是2048 就寬度啦 2048 乘以1536 每一台會有差一點點 請問這樣幾百萬像素 我喜歡100萬 這樣有沒有剛好 但是你看到幾百萬像素 幾百萬像素 它因為每一個品牌都不大一樣 所以不會那個數字剛剛好 這樣瞭解嗎 所以一般像500萬像素 可能是470幾 480幾 或490幾 就號稱500萬 這樣瞭解 所以這個是 像素怎麼算出來 這樣有長知識了嘛 好 那再來呢 Youtube這個影片的品質 到底是寬度 高度 哎呦 怎麼那麼多人 認為我會騙你們 你們都覺得老師 別有心機 這樣不容易喔 我很單純喔 好嗎 我們的正確答案 你覺得會是哪一個 寬度吧 有時候 正確答案 是 少數才是對的 啊 是高度 對 所以 哎 我選高度 不能用多數暴力喔 好嗎 我選高度 多數的人選的不見 一定是對的 這個是影片的 什麼 高度 對 一般大部分大家都以為是寬度 可是實際上不是寬度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 等一下我們利用另外一套軟體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一般我們講的 就是 我切到那個 在這邊 給您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在這裡 我們剛剛在看那個YouTube影片的時候啊 您點進來 播放 我到YouTube去找 我們找 我用比較大的 有4K有8K的 來 您看一下 好 假設這一個 你看我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很多 很多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怎麼算 你看超過這個以上 有沒有發現後面多一個字 表示高畫質嘛 對不對 那 你看喔 360 既然我們剛剛講是影片高度 它是640 乘以360 那各位家裡面應該多少有DVD吧 480就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講DVD的品質 這樣知道了齁 這樣知道了齁 那320呢 240就是320 320 乘以240 這個是VC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畫質比較好嗎 好 這網上呢 720是1280 乘以720 HD 對這個以上 所以有的那個 你如果早期有一些手機啦 或者是數位相機 他說我可以拍高畫質的影片 他可能沒有辦法拍太高 但是至少他可以拍到1280 這樣就稱作高畫質了 好那1080呢 那這個應該是大家現在買電視最常聽到的解析度 就是1920 1920 乘以1080 有沒有 我們這個 我們一般這個就會稱作叫做Full HD Full HD 哦 HD 這樣了解了嗎 那這個再上去當然就更高了 事實上現在還有到什麼 2K 4K 還有8K 不過這個 這種影片一般就是超過Full HD以上的一般電腦處理器 所以做起來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我們原則上現在大部分主要 電腦做的主要是這一塊比較多 好這一塊比較多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有長姿勢的嗎 嗯 好至少知道了 下次你也可以問問別人 等一下 知道是高度不是快 那個手機有時候說1300 1600 2000 像素吧 那是拍照 那是個畫質 那是他的那個 就我們剛講照片的長這一塊 也就是說幾百萬像素 有沒有幾千萬像素 所以大家都好一點 越高的話 他就變解析的越 越高檔案會越大 越大 所以如果說像我們剛剛給各位提到的這個 有沒有幾百萬像素 一般大概300萬像素是1Mb上下 檔案的大小 500萬像素大概1到2Mb中間 因為他是用JP去壓縮 所以不會說你500萬就有點固定多大 他會隨著你拍照內容 會做一些壓縮 所以有點 會有一些變化這樣 但是大致上就是1到2Mb中間 所以像素越高沒有錯 你的檔案越大 可是跟他 我們講的幾百萬像素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他不是這樣算出來的 這樣清楚了 好 好